《環保中國》由今年10月開始舉行大埔電費社區計劃 鼓勵大埔區的家庭和園航關於廣東建築 計劃有三大互諾 包括今年11月、12月、每月兩次的社區減費賬 今日的減費是可供的分享項目 以及業務進行政策的投票檔 參加者除了可以了解港檔的減費賬之外 可以使用大埔區外環保設施和社區資源共有網絡 盤上定期營收、費用作業和生活賬款 這個計劃是由大埔區議會環境保護的優化工作成組合辦 並由環境保護處運作 是大埔區議2018、2019年度社區參與環境保護項目 今次的慰望年齊很高興邀請到環境保護處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社區回收資源黃偉文先生 大埔區議會環境保護及優格威勢組合 為大埔區議會環境保護的環境保護主任、陳少樓議員 陳少樓議員、MHKD 陳柳議員 以及袁子榮議員 分享他們的環保政策和大埔區的環保設施 當然還有我們的環保處吉祥坊 大三句都來了宣揚環保的信息 好了 我們現在請環保祝國主席黎榮川先生 為大埔區社區減費成果分享費用典禮提示 並且公佈參議計劃市民任何新日去參與座店 有請黎榮川 謝謝師議員 黃主任、李主席、陳議員、袁議員 再一次多謝歡迎各位光臨 也都多謝各位幫忙籌備這個活動的我們的證員 我們的媒體、我們的義工 歡迎多謝各位市民來做這個減費的活動 再一次多謝大家 其實今次這個大埔免費社區的系列活動 由大埔區議會環境保護及優化工作小組合法 以及由環保處贊助 其實這個整個項目 就要分為公眾道校的環境教育 以及公眾教育兩大部分 首先就用了少許時間去分解一下這個情果 首先在道校的活動方面 我們就有十間大埔區的小學和幼稚園 就報名參與 包括他們參與了 是由這個減費講座 有食物減費的工作方 包括是橫額、救揚袋的設計 以及坐電子的工作方 還有舉行一個減費需要的展覽 而這些工作方的成文和展覽 都可以看大家的左手邊 本來已經有展出了樣子 還有一些展覽裡面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而參與的資深 就超過了三千人 而公眾教育方面 我們就可以看 2018年的11月10日、24日 12月18日和29日 就在大埔免貿風風水廣場 就舉辦了這幾次的大埔社區減費人 到場人數就超過了一千人 都包括了不少東西加大小 除了他們參與的網路 包括還有 回減費的回收站 有這個飄物地攤 以及升級再造減費工作方 其實今天這三個的活動 都有在場的 都很滿意 大家都看到 其實都很受這個家庭 經常的歡迎 而在四天總共的回收了的物資 包括有52公斤的紙 57公斤的塑膠 10公斤的金層 32公斤的玻璃瓶 超過5公斤的法寶膠 以及也有5公斤的紙包油分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分類回收了的物品之外 我們是會送他一些信得過的回收箱 所以真的可以拿去巡返賽 做出的東西 希望將物資便盡利用 希望可以聲聲不聲 支援在路 其實就 這次這個活動的成效就是這樣 到最後我現在就講一些數字出來 就好像有風描男者 但其實當實際場 實際在實地那裏看市民去參與 其實實際就有另外一番感受 我覺得雖然 譬如說我收了 最後我收了一些物資 就是家庭是沒有支持的 我收了一些物資 但其實我成效 是不是只是在於 收回家庭去做的 這麼簡單 我覺得就不是 而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在分類回收的物料的過程裏面 其實他們都重新去 評估了自己的新的習慣 評估了我日常生活裏面 當然就是要做些什麼物料出來 是要拿去回收的 我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這些是回收的還是回收的 那從而呢 其實經過了這個評估之後 更加重現的就是 我相信他們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會想辦法去減少製造這些物料出來 那去減少製造呢 不適合不用補修 不用考慮處理那些物料就更加好 所以雖然呢 完了那個過程裏面 那可能到最後 是會有一些的數字就會出來 帶有些人參加 有多少公斤的東西收回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背後中間 那些市民參與之後 他們所得到的一些減費的習慣 因為他們的外面都是習慣 而減少了那個廢物的數量 其實這個是成為鼓勢的數量 所以我覺得 都一定要繼續去搞這些東西 那或者覺得現場 現在這些會不會感受這個街頭的觀念 我全都會想 因為我們的社區 或者我們生活裡面 那這些東西收回的設施 就沒有最完善 所以大家 有很多家人看到我們搞這些會議 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寵了那個位置 他們分類到那些物資 終於都可以 真是一個妥算要回收了 所以希望 區議會 或者政府 都可以繼續 有些更加緊密的合作 那令到這些居民 他們本身有這個意識的時候 他們的回收處理了之後 那些物資就得到更加適合了 那我的學員會有這個政策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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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這裏 大部分是社區的環遊 那麼多人參與 非常之鼓勵 我希望 都會有更多度次合作 那大部分是社區的環遊環境保護署 就是一個 多謝環保署支持 我們有請環境保護署 首席環境保護署 由社區環收支援 黃毓民之生上課支持 有請黃毓民之生 黃毓民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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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很高興 就執責了一個 大埔環境保護署 我首先代表環保署 就是 感謝這個大埔區業會 和環境保護署 和環境保護署 就是在環境保護署的區域 推出這個 減費和環境保護署的 和環境保護署的區域 或者大家都可能最近都聽到 就是 環境保護署 已經是 解決了一個 匹切的廢物 和環境保護署的區域 已經是 向環境保護署 交了一個 主案 是說 希望我們將環境 肯要 推動那個 叫做 固體秘密 都市固體秘密收費 我們即是說 簡單不懂 即是說 要徵收那個 立法費 政府推出這個 收費 那個目的 就不是說 為了去增加那個 收費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 希望根據那個 我們那個 風險者事務的原則 通過一個 經濟的誘因 去推動市民 在那裏新的 新的法國 改變 去減少那個 負責 那大家 怎樣才可以 做到 減費呢 其實 跟那個展示 都 都給了一個 很好的支持 快點 首先 我們就要 做到那個 社區 首先 我們就要 在自己那裏 做到一個 原則減費 減少了負責 自然我們就是 將來 如果真的要收費 那裏 付出的那個 減少了 那怎樣才可以 減到負責呢 其實 我們的生活 習慣上 跟那些 改變 就已經可以了 譬如我們 在靠麥金的時候 我們就要 想清楚 我們是否真的 需要這個 物件 不會因為 一時開心 去買 買了一些 物件 就是 發覺都不需要用的 這樣 就變成了負責 另外 就是 我們 去 香港情侶方面 我們就要 去 點心思 如果我們 真的有一些 舊的物件 自己用不著 那我們 就可以拿出來 準備一些 有需要的團體 我看到 今天 都有一個 移民的 認識 就是 我 看到 就是 大家有些 真的 自己用不著的東西 就拿出來 捐了 就減到負責 其實 回收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 那 有些物品 我們都 要用的 用完之後 就會 賺到負責 我們就看看 哪些是 可以 長途再做的 我們就做 好個回收 那 回收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剛剛 也有 剛剛 在那些 看見 就是那個 關正回收 很重要 因為呢 做好關正回收 就是可以 恢復那個 回收 那個 回收的價值 就令到 我們可以 讓那麼多回收 可以不能 循環再做 那 在哪方面呢 其實政府 都推行了很多措施 在回收方面 那麼 那麼 最近 我們現在那個 賣布區的 在區區 就已經 在那些建築中了 相信很快都可以 那個 那麼 也都說 大家提供多一個 社區 都可以 回收的出口 呢 最後呢 我 就希望 大家 其實剛剛 我也聽到 這裡有個 講師都可以 都已經 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 這樣 在生活上 做一些減費 和回收的一些方向 那麼 大家 主要呢 那個 生活上 那個 每一個細節 做一些 就是 就是 同意 那個 生活的外面 就可以做到 我們 減少一些 省多一些 適合收 那麼 在這裡很多謝 黃先生 都可以分享 我們 也希望 將來 我們的社區 本書 就要做點好 那麼 就想 保護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做成一個 我們很有力 多謝 謝謝黃先生 先到台前就座 很多謝 黃先生 那麼喜歡的分享 剛才 第主席和黃先生 都講到 生活減費 或者餘養減費 可以由 生活做起的 這句話 是與 大埔區議會 環境保護 及優化工作小組合辦 我們有請工作小組 李華光主席 上台之前 有請李華光主席 李華光主席 華光主席 主席 主席 陳少爺 議員 環境保護處 黃先生 還有 最出力的 環保中國 黎先生 大家好 鋒樹洋 大家好 在這裡 走過一年快樂 其實這個 減費 主要 真的要扔少一些 那就限一點 多一些 現在 各個社區 或者香交 都在那 Video 進行廢物 即是回收的港座 或者是地區的問題都在港人 現在剛剛他也過了立法會的 就是固體廢物 徵費將會在香港中期實施 其實這個徵費就是半交代 所以我們重量不及收費的 來年應該是2020年 或者2021年的年後 可能作出這個實施收費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社區現在正在做的回收 都是想將環保義石牌給大家 將能夠回收的 就盡量交給回收公司 例如 郊春 呂冠 或者是報紙 紙皮那些 盡量減少固體的廢物 那如果你減少固體的廢物 就自然固體的廢物就減少了 那個程量和垃圾徵費 自然就會比小一點 這樣就要省一點 居民支援費用也會省一點 總之在這裏都給小小貼士大家 盡量把廢物 膠瓶 紙皮那些 環保護收箱 盡量放進去 現在在垃圾站近都有一些環保護收箱的 黃 啡 藍 都是回收箱來的 我當然在廢物徵費的支持 希望環保處那些 就將這些廢物回收箱加大力度 將容量加大 給市民能夠多些地方 能夠放到這些回收的景點 能夠多些的容量 那不用這些廢物 就是放在回收箱的旁邊 因為容量不夠的 放在旁邊 可能會有蚊蚊貼心的話 最後這些能夠回收的物品 都是放在旁邊的 放在旁邊的 其實在社區裏面 舉辦這麼多難用的回收物品 其實都是提醒市民認知 環保的意識 在這裏都給有減費的四大原則 大家或者是能夠達至 叫做減少點 減少使用 循環再用 物進去用 代替使用 以物換物 這些都是朋友減費的 在這裏都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有很好的 我們都有一個 採用 工作小組的陳議員 也很支持計畫 有請陳少權議員 上臺一點支持 華記保護處首席雲氣保護主任林志生 華保中國主席黎元川志生 各位議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榮幸出席我們今次今日的舉例 香港的垃圾不斷增加 菲菲菲悔了我朋友的學 菲花榮也得足幾個女 在原頭的那個消費政策 我們香港就落後了其他國家 不過在菲蘭燈會收費一朝就可以達成 教育也很重要 鄰近國家就給我們做得很希望 給我們香港好 加以政府擺入的規環 香港每日有6400公分 大陸的家居費就送到菲蘭燈會 那菲蘭燈會將它用作炒黃 然後免費就不容貴 大陸免費的社會本項呢 大陸免費的社會本項呢 大陸免費的環境保護一份 一個小組合法 也都多謝環保處 要贊助以前的項目的 華古中國呢 早前呢也都在大陸社區中心 擴置那個減費力量 推薦可視的回收 和復響之意 於居民製造大環保少首屋 平昌那個盡量減少資源的浪費 也都在大陸免費的分水廣場呢 舉辦一個大陸社區的監費人 也在校園進入了一個監費的工作 目的呢就是鼓勵區內的學生和家長 用社區的環保設施 和社區的資源的學樂 培養定期回收和費用再利用 和適應的生活習慣 透過這些活動呢 也都使過我們的同學 學習到那麼多的分類回收的知識 對居民的環保意識呢 有深入的理解 大致源頭的減費更低 這個活動呢 這個計劃呢 就非常值得支持 我們作為大陸區議會 和防護工程委員會 我們下下小組 我們一聽到這個計劃呢 那我就絕對舉腳支持 那我就想得過利華坡議員 胡志榮議員 和我們一組大陸區的區議會 那補這個呢 這個區域呢 我們十幾年都有做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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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麽呢 交上政府的會合 我相信 這個問題呢 應該是大有進步的 那麽呢 那麽 請我新年支持 祝大家 新的見多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現在的委員會議員才做過程就座 我們另外也有請袁志榮議員為我們在上台致敬佳議員 黎主席、郭主任 還有我們區議會的好同事 大家好 在這裡做減閉方面 其實我覺得在我記得三、四十年前 其實很多我們的生活裡面 其實是盡用我們的手球的合資 不過現在時代發展 其實很多人買回來 可能用多年五個就贏了 或者買多了也贏了 其實在造成的生活廢物是非常之多 尤其是塑膠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塑膠其實都佔了我們人類的部分 生活的需求 所以其實在這裏 其實我很欣賞為我們的工作 也都很希望政府在大陸之前 我們在環保減廢的措施 因為現在這樣的垃圾充廢 不過也有很多流動 我都希望市民上可以多些出現意見 因為其實要集大家的智慧 才可以融入一個 我們一個憂親的社會 因為其實打肺對於我們未來的生活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在聖誕的時候 我在那一部裡面 叫做201年 我想大家都看過 就是活日語言 在這部影片裡面 其實是講了我們人類 就是怎樣去過度抗展 什麼只是令 bill,叉照 你不記得這麼漂亮 就是說 短空氣睛 讓我們非常及其 Roh 其實我也不希望看到 這個樣子的現象 我們也希望大家同心靠近 保護我們正後 為我們未來的下一代 可能這一代我們會死的 我們這樣去推暴 不過下一代我們的前輩子就會造樣 我們希望政府房長在這裏大力點加多些資源 還有促進我們環保線的發展 因為其實暫時來講 是跟其他國家相對太遠的資源度 亦都在宣傳上我覺得是非常欺負出售 我希望在未來你們就算我們太一陪修衣服 其實很多斯文都很希望減廢 不過沒有同行做 昨天最多的是 所以我希望作為我們 因為很抗爭的社會 這麼有錢的政府 我都希望他們有些資料來給我們 不是 在Story 中 Story 細細細長 我昨天做M-C-O-K 結束了 我怎麽害怕 配合到我們一些環保衛收箱 或者一些 及公共空間 可以給我們一些 做環保人士的朋友 去做一些收集 煮釀 或者 我看到標誌 常知道 擺造 在街上換鼠 其實這個 我覺得做好 真的 有異性的朋友 對於專注 這些根本是很貴的財產 我覺得 好像很多不同的市民會面 我覺得是應該促進發展的 政府也要多些去支持和推放 在這裏 希望我們市民和我們政府的角落力 多謝大家 掌握議員 請議員得一答報 我們會想和你一張大合照 好 多謝各位分享 但我們在社區這麽成功 絕對是有賴的辦公體 贊助 依靠 參與卓下 市民的支持 我們即將和你一張大合照 有錢主理嘉賓上來